來 邱署長 還有陳指揮 梁市長 還有吳祖密 請問四位 現在我們疫情指揮中心 設在哪裡 那目前的編制狀況是怎麼樣 有哪些單位參與 現在目前設在 衛生署的疾病管制局 現在的指揮官 指揮中心設在那裡 所以指揮官是以 張局長為指揮官 目前所有的部會幾乎 都有參與 他們大概一般的 會議已經開了快要二十五六次 那麼跨部會的 大概有八次左右七八次 那麼是不是局長要來 做個補充 請問局長 針對HCN9這個疫情 我們開了幾次會 好 詳細的我請 張局長來 大哥委員 就是以跨部會 就是我們已經 正式的跨部會的這個 疫情中心的這個會議 已經開到 這個禮拜已經開到 第八次了 那目前來講 有沒有人進駐在裡面 我們實時都有人 二十四小時都有人 但是就是 我們的隨著這個 情況激動調整人 那在晚上的時候 維持的能力比較少 但這只是疫情主義中心 事實上在 分級在縣市 衛生級的話 也都是啟動的 你們現在是如何 跟各部會 各縣市聯繫 這有什麼樣的方式 好 跟委員報告 每個禮拜二 這個 這個跨部會的會議 的時候 各縣市也都是上線 在視訊會議 一起都上線 那跨部會的人都在 另外一個 因為要解決特殊的問題 常常都是 每天都要開工作組會議 那就是解決問題 其一來講 我們要解決這個 法規的問題 好啦我們今天公佈為一號 這個 這個 所謂的這個 非本國籍 然後沒有這個 你們現在是用視訊嗎 還有電話 有現場 傳真 還有什麼 有 有 我們有各式各樣 最主要是 就是縣市衛生器 跟我們主要 因為是 前台灣242縣市 主要是用視訊會議 但是現場的話 也常常需要的話 就是 現場幾個部會的人 就來 來解決問題 所以現在是 全國動起來 是的 這個我請請問陸委會 目前 我們台灣跟大陸 每日 往往的旅客 大概有多少量 旅客的部分 每日 我們去年一整年 大陸人民來台的是253萬 其中觀光客的部分是200萬 這個是去年一整年 我們台灣去的呢 我們過去的去年一整年是534萬 那來回現在算幾次 總共幾人次 來回的話就是534幾 來回把中國人跟台灣人 算起來這樣總共來回 次數啦 不是人次 八百多萬 因為這個是人次 八百多萬 對人次的部分 那這麼多人來往 這個 我們那個 衛生署 我請問一下 情流感 有沒有可能 異估為變成這個 人傳人的這個 機率有多高 這個 多高我想 這個請 指揮官 報告委員 這個情流感 會從 情傳人的模式 變成人傳人 必須要它 基因的這個突變 基因的這個重組 要那個 它可以跟人的 上呼吸道的上皮 結合得很好 它就會有限的 有效性的人傳人 到目前為止 當然還沒有有效 人傳人 目前主要還是 由情情傳人的模式 但是有一些研究 發現到 它慢慢也有 也有這種 傾向在進行 那所以大家都密切在 注意這件事 因為我看了報紙 好幾份的這個 信息好像也不大一樣 有的就比較保守 有的講的跟真的一樣 好像馬上就要人傳人了 所以我要問你 到底那個機率 多高 這個可能請您副署長 來看看 我認為機會不高 不高 低於百分之十嘛 對 但是如果它變成人傳人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 因為這個病毒 還有好處 人傳人的好處 病毒會變成人傳人以後 它的毒性會減低 會減低 所以 你的意思是說 就算人傳人的話 毒性能會減低 所以 沒有像外面報導這麼恐怖 對不對 這個 我上個禮拜五 在院會有臨時提案 希望說往來疫區的 就是跟大陸 這個疫區 往來的旅客 包括大陸客 都能夠強制戴上口罩 主動防疫 請問署長 對我這樣的提案 有什麼看法 我大概還是再強調一次 WHO的 WHO認為 這種特殊的 甚至在機場的 screening 就是說 a point of entry 就是說篩檢 他都不覺得 不recommend 同時他也不認為 任何需要有 travel跟這個trade 的restriction 就是說 他對於這個 貿易跟這個 旅行的限制 他都不推薦 所以 在目前 他認為 還是沒有人傳人 所以他認為 這個還是 我們現在的主要的 控制對象 還是在請傳人的階段 所以你現在不建議說 來往的旅客 但是我們 希望他們 台灣 不用強制他們戴口罩 事實上台灣已經做得很 很過去了 我們比較 稍微有一點比較嚴謹 比所有的WHO recommend都嚴謹 所以你的理由 層次也比較大 所以你針對我的提案 你認為說不需要去強制 對 所以呼籲民眾 能夠多戴 但是不要去 勸導 勸導模式 還是採勸導的方式 跟委員報告 就是有呼吸道症狀 才戴口罩 都是好好的人 不要戴口罩 是 我再請問一下 現在很多路客來台灣 都到我們的觀光景點 比如說我們中正基業堂 那邊有很多鴿子 那大陸人又喜歡 吐口水 這 這些禽流感的媒介 尤其是鴿子 有沒有可能說 這個路客 潛伏其實是代言者 因為這樣子傳播病毒 那這樣的話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應變的措施 有沒有 幫我議員 因為現在的這個 目前整個的這個病毒的一個 來源的模式 從禽到人 事實上比較強調都是 人群界面的管理 尤其是 做天天跟群接觸的人 如果他得到有一個群的病毒 在他身上 或者是這個人 這個 就是人的病毒跟群的病毒 兩種流感病毒 如果常常在同一個 這個 人身上 或同一個動物身上的話 就比較容易發生 基因重組這些機會 所以 最主要是在 人群界面的管理 那至於說 去說 為鴿子一下 大概要說 就怎麼樣 有很大的風險 應該還是 好像還是覺得 太 講的太多了一點 不過就是在這個階段 台灣的鴿子 也被容易會監測 也是沒有HTN 所以你是說 像這些觀光據點 我們的中正紀念堂 這些鴿子 跟人的接觸 我們也不要是做一些防患的措施 不需要就對了 跟委員報告 你看如果到各國 公園都會有一些鴿子 我覺得鴿子是這樣 鴿子他的鴿子分 還有其他的細境 就是人 當然他會有一些風險 有一種 就是某種程度的風險 但是一般來講 也不會 對這個鴿子 完全把他趕盡殺截 這個 兩位 這麼樂觀 來看待HTN9 我倒是要提醒 這邊有一個新聞 我也順便請教我們 這個 農委會跟我們經濟部 這個是大陸的新聞 我去抓下來的 他們怎麼寫 HTN9情流感疫情 影響大陸經濟 疫情可能使大陸養殖業 被進入低谷 這個有一個 這個 中國社科院 農村發展研究所的研究員 李國祥他指出 大龜毛的鋪殺 禽鳥 勢必造成養殖 養殖業 產能下降 和供應量減少 部分養殖物 部分養殖物 沒有資金維持 只能放棄養殖 那個 主委 主委 跟那個經濟部 是 陳委員好 那個 南京 南京已經發出最後通牒了 要求市區基民 自行處理飼養的家庭 家序 那這些 鸡鴨 食用 割 兔羊 這個全部都要宰殺掉 大陸已經這麼嚴重 那我想說請問一下 這個 主委 如果 台灣真的像大陸這樣情況不幸發生 因為台灣現在跟大陸往往最頻繁 那是不是會對我們養殖業造成很大的衝擊 這分好幾個層面來講 目前我們在我們的家庭裡面 包括鴿子的監測裡面沒有發現H7N9的病毒 那 人也是境外移入的病例 並不像大陸的情況一樣 那如果 跟大陸現在的狀況一樣 我想台灣應該是不會發生到這樣的程度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對於地區性的 區域性的 大陸現在也是這樣子 他在上海地區 在發生的地區 他才去做處理 並不是全面 好 那個 經濟部我請問你 是 如果 發生在台灣 對我們經濟是不是很大的衝擊 包括觀光產業 剛剛 農業產業 主委 他提的這樣 觀光產業 或者是我們的 這個 社會的成本 或者是怎麼樣 這些 經濟的會不會很嚴重 這個就要看這個病情 病情 病情 疫情到發展到什麼程度 那至於對於家勤家促的管理的政策 我們農委會是主政單位 我們完全的尊重他們的決策 並且積極的配合 好 現在請三位帶跑回去 留那個署長 好不好 署長 我要是跟你請教 你 之前我在 這個 委員會裡面有跟您提到 這個 就是 現在各縣市 你都要獎勵這個 醫學中心 醫療資源不足的地區的醫院 集中症的相關 專科醫師的人力 你的目標 達悟本席 在每個縣市 皆要具有重度級的緊急醫療能力 請問 宜蘭現在有三個 中度級的 你是怎麼樣處置 三個都要變成重度級的 還是其中擇一 到底是擇誰 是 我想這個 我們是這樣 依照他發展 那麼我們沒有辦法說 我們指定誰 好 那麼但是呢 看 各個醫院的這個 需求 譬如說他從某個中心 我們就支援他 那麼 然後呢 大部分的 我知道其中 至少兩家都很有意願 成為重度急救責任中心 所以我們在 努力在輔導 市長 我要求你齁 從你當署長之後 這三家你根本補助什麼器材 多少經費 因為你現在嚴重的失衡 你公立的 國立陽明大學 輔射醫院 你補助的比較少 你去補助一個私人的醫院 而且那家私人的醫院 在宜蘭是惡名昭彰 只要醫學中心來宜蘭他就反對 這家醫院 長期霸佔宜蘭縣的醫療資源 結果你們 衛生署補助那麼多經費 你是不是要把它變成 急重症級的醫療醫院 我很懷疑 但是如果你真的這樣做 我跟你講白皺鋼嘛 你在助皺為內 我在地裡提醒 我要求你提供資料給我 我給你算清楚 做要做善事 不是助皺為內的事情 依然切急重症的醫療醫院 為什麼要切醫學中心 就是因為這家私人的醫院 胡搞亂搞 所以你這家醫院 你不但要好好的看管 你還補助那麼多 經濟給他們 這沒有社會公平爭議 好我們會把資料提供 今天的預算 我可以練一下給我一分鐘就好 書面答覆給我就好 你們在收回待贈這個項目裡面 從6億0960萬千元變成今年 待贈變成7億5960萬 增加了24.61%的金額 你們有什麼新措施 可以增加回收這些1億5900萬 就第一點 第二點 你們我們在醫療收入這一項裡面 為什麼降低了21.85% 少了將近2億人 是不是因為我們門前中心 醫療人數下降了 你也沒收清楚 第三個我請問你 我們在醫療成本向下 一般服務會的體育活動會 總共我們邊內79萬 議員 請問我們到底要辦哪些體育活動 這三項 因為限定時間關係 請 所長 順便答覆 謝謝 謝謝 我們會順便答覆 好 謝謝陳委員 謝謝陳委員